来讲一下这一款988的安装 我们收到以后呢 先把小车开 这个后轮是我刚才安装好的 正常是没有安装的 后轮安装的时候呢 这个刹车槽后 我们一定要看一下 千万别安装反 这样是正确的 侧面有一个圆柱 我们一般是按住圆柱 把轮子对准 用手一拍就可以出去 看一下它的前轮安装 前轮这一块呢 有一个黑色的凸起 我们用手架按住就可以的 按住以后别松手 直接对准以后卡进去 这样就可以 还有这个红色的话呢 一定要在下面 如果它在上面的话呢 小车就不可以 就是不可以转弯 这样它在下面呢 是一个360度旋转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们大家使用起来呢 也比较方便一些 轮子安装好以后呢 我们看一下它这样好的安装 这一款这样好的安装呢 它是侧面有一个孔 在这个位置哈 这个小孔的地方呢 在宝宝的前伏手这一块 就是在这个塑料件距离这大约10 10厘米左右哈 10厘米左右 就可以找到 在这个布的下端 不是在这里哈 很多人就是说找错了位置 我没对准以后 用手心了啊 用手这样的话 握住管体 这样就可以按进去 不要用手指去掰哈 这个因为比较硬 所以大家是掰不动它的 上边这一块呢 直接呃 缠在管体上就可以 直接缠在管体上 呃 浆盘这个部位 我们安装好侧面以后 我们看一下它后面哈 后面这一块布 它是在管体里面哈 如果你们要这样按照的话 它是一个错误的 呃 非常受到故事呢 它是这样按照 这样是不对的 所以说一定呢 我们要从这个管体 这个地方穿下来 穿下来以后 放到这就可以了 呃 这样两侧都有粘贴 粘一下 它顺便变成沙网呢 是把这一块布 直接卷起来 然后粘到这个地方 呃 这样是变成沙网的一个模式 呃 如果说我们把它调成 这个模式的时候呢 是这样吧 后面呢 这一块有一个啊 有一个调节带 可以直接向上拉筛 呃 这样就可以把这样从 调成 把这个小车靠背 调成了一个做的模式 呃 我们再来看一下 它前面的安装哈 看一下扶索的安装 呃 这款扶索安装呢 也是比较简单 它是对准以后 两侧同时对准哈 两侧同时对准 安装到这个孔里面 然后右手往里面拍就可以的 呃 这样呢 用点力把它拍进去 因为它侧面吧 有这个凸起 一定要让它进到里面去 这样才可以保证宝宝的安全 用手指再按一下 如果说不好按的话 就是建议这样按比较简单一点 呃 用这样按就可以进去 然后往里面一拍 呃 制物栏的安装 这一款制物栏安装 我们安装的时候要 一定要注意一下哈 这个黄色呢 它是在一个两边的设计哈 不要把它前后安装 前后安装是不对的 就在这个管体上直接 呃 系一下就可以的 呃 这个比较简单哈 是个脚一系 呃 然后这一端呢 它是系到这里 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横杆 呃 直接把绳子穿过来 然后系两扣哈 哈 大家建议大家系两扣 记得比较紧一些 呃 另一端呢 用同样的方法 直接安装就可以 呃 看一下这一款 年间的安装哈 年间也是比较简单 呃 这个护发袋哈 然后我们安装服装的时候呢 可以直接从中间穿进去就可以的 我刚才忘记穿进去了 呃 这样打开扣扣子也可以 因为扣子呢 比较紧一些 我还是呃 建议大家安装的时候 直接穿进去 呃 免电我们看一下哈 它是一个五点式的安全带 我们按一下这个红色的 从中间按一下哈 这样比较好打开 打开以后呢 它也是一个这样 平行就可以把它推拉开 然后我们把上面的这个肩带取下来哈 因为它这个肩带的话呢 呃 在上面 而且那个棉垫的孔比较小 所以说我们安装的时候比较费力一些 直接从这个地方 穿进来就可以 呃 穿进来以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肩带 建议把肩带放上去哈 因为这个肩带呢 可以保护呃 宝宝的肩膀 呃 然后把这个安全带再穿上去就可以 这样了哈 然后下端哈 一般都会在这里边的 有些人经常找不到 就说没有下面这一部分 呃 这样拿出来 然后这样安装上就可以的 另一边和这边是一样的方法 呃 脚太白的 脚太白条件哈 我们看一下这个脚脱 侧面一个按钮 两侧 同时按进去 向上抬就可以的 向下的时候呢 也是直接把它按到里面去 然后就可以把它放下去 这款小车的收车呢 也是比较简单 这边直接向上一提 然后向下一点小车 这样就可以把小车缩起来 打开的话呢 也是直接准备一下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了 再次准备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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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准备一下